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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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贝2加1 快乐做游戏 大家好 欢迎收看我们的智慧术宝贝2加1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绿泡泡 咕噜咕噜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小咕咚 欢迎来到我们的智慧术乐园 这里有精彩的猪盛 这里还有别开生面的游戏 小咕咚都等不及 想要快一点认识今天来参加节目的三个家庭了 好的 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吧 红队 红队 快乐无限 红队小队长 黄旭冉 今年6岁 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黄队 黄队 火力百倍 黄队小队长 李婉轩 今年7岁 队员是他的爸爸和妈妈 我们阳光 我们快乐 蓝队小队长 刘雨轩 今年6岁 队员是他的妈妈和姥姥 宝宝们要以最快的速度将面前箱子里的球全部清空 耗时最短的宝宝获得五颗智慧星 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 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 好了 马上就是我们宝宝闯关的游戏环节了 平常小朋友们在家里的时候 大人经常会说用完的东西要记得整理好 但是今天我们这个游戏非常的热闹 不是让他们整理东西 而是让他们把这个乒乓球 用最快的速度全部撒到地上 哇 一定很好玩 对 小朋友也是一种难得的释放 注意 现在看上去还是三位非常文静可爱的女孩子 但是一会儿我们可不要太文静 来 听我的口令 游戏开始 加油 加油 大球全都散出来的时候 五颜六色的特别好看 我们这个游戏看上去现场非常的热闹 对吧 画面上来看也是五彩缤纷 非常的漂亮 好像下起了彩色的雨 没错 彩色的乒乓雨 好的 三位小朋友速度都非常的快 加油 谁会第一个完成呢 起鼓相当 地面上太漂亮了 继续 我们给黄队宝宝再鼓鼓打 加油 好的 今天的三位小朋友 真的说是实力相当 最终以微弱的优势取胜的就是我们的红队宝宝 第二名完成的是蓝队宝宝 第三名是黄队小朋友 来 祝负他们 非常棒 在宝宝闯关的游戏结束之后 我们也来看一看他们的成绩如何 宝贝2加1 快乐做游戏 您现在正在收看到的是我们的智慧树 宝贝2加1 小古东 在接下来的环节当中 我们将会看到不同家庭带来的精彩表现 小古东好期待 让我们一起进入下面的环节 那就是家庭财艺秀 金多儿我们今天去哪儿啊 去智慧树 咱们今天演的节目是什么呀 人家小女孩 我们要加油哦 嗯 那个你是这个组的大姐姐 所以一会上台的时候 你要微笑表现出最棒的自己好不好 对 我今天要表演的节目是学古诗 我也会背一首果诗 额额额额 趋向天歌 白毛胡绿水 红掌波轻波 再把一会上台的时候注意一下 之前老师说的那个动作 知道吗 抬头看鞋上方 知道吗 还有一个手 这个插腰插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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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妈妈开始教我学故事 每一首诗都有一个故事 我妈妈明白其中的道理 做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爸爸开始教我学写字 每一个字都有一段传奇 我一笔一花日真的写着 做一个真实的乖孩子 白日一山坚 黄河入海流 雨中千里木 更少年层楼 白川公道海 何时富一贵 小庄不努力 老大的伤悲 樱河入海流 铺河入海流 竹笛笆 千牛瓜 浅浅的池塘里有野鸭 弯弯弯弯 弯弯的小河绕山下 山腰有座小框架 带牢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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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河绕一双鸭弯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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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弯 一向农家的生活了 农家的生活了 不要农家的生活了 则获得一分 得分最多的家庭 获得五颗智慧星 第二名获得三颗智慧星 第三名获得两颗智慧星 好的 我们的亲子大笔拼的游戏 马上就要开始了 首先是我们的红队家庭 好 来听一下你们的第一个问题 请问 红队宝宝 平时最爱吃的水果是什么 请写出你们的答案 爸爸还快点 这妈妈稍有犹豫 来宝贝说出你的答案 草莓 漂亮 来爸爸先跳出你的答案 苹果 香蕉 给我们解释一下 苹果和香蕉爱吃吗 还行 但是记住了 我们最爱吃的是草莓 因为小孩子爱吃的水果蛮多的 也不知道哪个吃 就是最喜欢的 来第二题 爸爸和妈妈相比吧 平时谁在家里 陪宝宝的时间更多一些 好 给出你们的答案 来 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爸爸 爸爸更多一点 是吗 来我们看看二次的答案 妈妈 爸爸您写这个答案是 碍于某种压力什么写的 还是说 没有 确实我出差比较多 那为什么宝贝觉得你陪他时间 可能最近这个周末我在陪他 最后一道题 相信你们一定能够答对 每天 家里 家里三位吧 爸爸妈妈没有出差的情况下 三位相比 谁 起床 起得最早 爸爸 妈妈和宝宝 都在家的情况下 谁 起得最早 妈妈 妈妈 起来以后会做些什么呢 会定一个闹钟 先叫他起床 第二个闹钟是该叫我起床了 第三个闹钟是叫哥哥起床 妈妈 真不容易 平时还得定四份闹钟 好 我们来看一下二位的答案 爸爸 这会儿你怎么又这么不 你什么情况 这么摇摆 我给自己定个目标 以后吃个早 现在是答题 你现在就有什么目标 你 你这爸爸太可爱了 现在我们比的是默契程度 上我们这是来的第一目标了 好 那在全国观众的 这个共同见证之下 下次再来节目的时候 我们要听听宝宝的这个回答 虽然呢 阴差阳错 没有得到分数 但是呢 我觉得感受到了 他们的这个欢乐 和这个很好的家庭氛围 还是为我们的红队家庭鼓掌 好 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黄队家庭 好 我们的黄队家庭也做好准备了 注意吸取刚才的这个经验 来 给到问题 宝宝最喜欢哪种颜色 二位先给出你们的答案 然后我们再来听一听 小朋友自己的回答 来 请告诉我们 你最喜欢的颜色是 紫色 来 二位 请向主板 非常棒 祝贺 第二题 比如说爸爸和妈妈 在某些问题的这个观点上 不太一致的话 闹力点点小别扭的话 通常谁会先认错呢 二位写出你们答案 举个例子 今天中午有的说想吃米饭 有人说想吃面条 对吧 这个相识不下 到最后谁会先认错呢 应该是哥哥 为什么是哥哥 因为哥哥让着我 孩子 我刚才问的是 如果是爸爸和妈妈 那这样吧 既然宝宝给出了一个新的话题 我们现在把这个答案擦掉 哥哥和你吵架的时候 谁先认错 好 好 来 给出你的答案 还是哥哥 为什么呢 因为哥哥还是让着我 让着你 来 我们看一看 爸爸妈妈的答案 哥哥 好 回答正确 最后一个问题 这个问题我觉得呢 还挺温暖的 你觉得爸爸妈妈 最优秀的表现是什么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会经常给孩子鼓励 对吧 或者是支持他的梦想 这个问题答案 可能相对宽泛 我们来听一听 小朋友的想法 你觉得爸爸妈妈 他们平时 最优秀的表现是什么 爸爸妈妈答应我的事 一定会做 太棒了 来 看看二位的答案 陪伴 爱读书 我觉得这道问题 这个正确与否 我们不过多去评价 就是说刚才宝贝说的 那个答应我的事情 一定要做 这个就是非常好的 而且二位还写了 爱读书 还有陪伴 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来 让我们为天下的父母 鼓鼓掌吧 好 那我们的黄队家庭 应该说呢 答对了两道题目 还是很厉害的 最后让我们来有请 今天的蓝队家庭 好 最后是我们的蓝队家庭 陪宝宝一起来游戏的是 妈妈还有姥姥 来 我们来听你们的 第一道题目 请问宝宝的生日是哪一天 这个是送分题 对 应该是比较容易 来 宝贝 自己知道吗 生日哪一天 在月11号 好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好 三月11号 姥姥这个是2002号 写得非常的准确 2016年3月11日 好 突破 下一道题目我们听好 请问宝宝最喜欢的季节是什么 春 夏 秋 冬 你们觉得是哪一个 来 跟我们分享一下 冬天因为我喜欢在冬天玩雪 喜欢玩雪 太棒了 来 看一看二位的答案 夏天 其实这个答案很难说 有特别唯一的答案 这个一年四季都有它不同的魅力 没有关系 我们再来看一看 下面这道题目 请问 姥姥平时最爱吃的东西是什么 看一看小朋友 对我们大人的一些喜好 是否有了解呢 好 你知道吗 姥姥平时爱吃什么 你多说几个都行 只要有一个答对了也可以 奶奶就是喜欢吃香蕉 喜欢吃香蕉 好 来 我们来看一看 南瓜 姥姥自己写的是咖啡 非常洋气 姥姥平时喜欢喝点咖啡 每天早起来 必须要喝一杯 太棒了 那香蕉是不是也爱吃呢 香蕉也还可以 也还可以 南瓜是 对 一直 因为我要做主食什么的 都要割南瓜的 好 那所以说姥姥最爱吃的东西 你看水果是香蕉 对吧 这个蔬菜是南瓜 饮品方面是咖啡 所以说都可以算正确 好不好 这道题回答正确 祝贺你们 好的 那经过几轮的默契问答之后 让我们来看一看 三个家庭他们的成绩如何 今天的比赛进行得非常的紧张激烈 经过了两轮角逐 有两位小朋友是并列冠军 那就是我们红队的宝宝 还有蓝队的宝宝 恭喜二位 恭喜 当然了 今天的三个宝宝表现得都很棒 都是我们的智慧宝宝 他们也都将获得我们的智慧奖牌 接下来就由我和小咕咕咚来为小朋友们颁发奖牌 颁奖了 客气 来 再次为他们鼓鼓掌 好的 再次最后我们的三位智慧宝宝 电视机前如果有大朋友和小朋友想了解更多有关于智慧树栏的精彩内容 欢迎您下载央视频 关注我们的智慧树 当然了 也欢迎有更多的小朋友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对 我们的智慧树等着你 期待您的参与 最后让我们大家一起来说出我们的口号 一起说 宝贝二加一 快乐做游戏 小朋友们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